嗨 大家好 我是麗莎莎 就是大家有看我的IG嗎 我的IG有很多穿搭的照片 可是有很多粉絲來反映說 我平常推薦的品牌就是我身上穿的那些實在是太貴了 我穿的衣服的價錢 1000到2000之間 應該沒有很貴吧 可是我知道我大部分的觀眾都是學生 所以呢 我今天想要來介紹一些連學生都可以負擔得起的韓系服裝 這件就是我前一陣子在少女娜娜上面訂的全部的衣服 大概有9000吧 然後其實我以前也沒有買過這個牌子 可是它真的算是正韓服裝裡面很便宜的 而且它在網站上面的那些設計還有穿搭 也都是韓國年輕人現在會穿的樣子 那我們今天就一起來開箱吧 我先把它移下去 太重了 首先第一件就是這個很像Beverry條紋的褲子 我知道一開始看這種Beverry條紋的時候會覺得很奇怪 可是現在在韓國真的超級流行這種Beverry條紋的褲子 因為它本身就很花俏了 所以我自己的話 我會在上面搭一個樣式很簡單的衣服 可能是大學T或T恤之類的 你原本很無聊的一套衣服 穿起來就會有那種很swit 好像要跳HeeHop的感覺 第二件就是一件超級簡單的素T 欸 反了 現在韓國設計多半中間都會加一行細細的英文字 godness level 快不懂是什麼意思 它其實剛來的時候我還蠻失望的 因為它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就是它的棒數是偏厚的 單穿的話會有一點man 可是後來我靈機一動 就是腦袋一轉 我發現欸 這一件它有其他的功能 就是現在韓國的那種大學T啊 通常它們裡面都會再配一件素T在裡面 創造出層次感 這一件就很適合當那種配在裡面的素T 因為它下面白白的地方會露出來 而且因為它的棒數夠高 所以它露出來的地方也不會皺掉 第三件就是這個黑色的褲子 它的剪裁有沒有很像那個我們高中的運動褲 又是剛剛那一套 因為它就是還蠻適合跟大學T配在一起的 第四件就是這個格紋襯衫 我會買這一件是因為它這個格紋 這個配色還有它那個格子的細度 在台灣是比較少見的 然後韓國它們近年來的剪裁 就是很追求一個袖子的部分 要有這種兩袖青風的感覺 這種格紋襯衫就是超級好搭配嘛 我又搭配了剛剛那件白色T恤 然後你把這一件照在外面 整個看起來就是很韓系很文青的感覺 你只要平常穿著打扮 你可能覺得過於單調 什麼黑白之類的 只要外面加一件這種比較有變化的格紋襯衫 瞬間就可以變得不無聊 再來要介紹這一件擺摺裙 大家一定不陌生 因為這種擺摺裙這一兩年在韓國 簡直就是夯翻天 這種擺摺裙穿起來整個就是青春洋溢啊 在韓國通常是只有高中身材會穿的 穿這種擺摺裙追求又是一個少女感 所以我上面又搭配了一個粉紅色T恤 然後襪子我又穿了一個這種有雙條紋的白襪 接下來就是我買了一件米色的寬褲 現在感冒很嚴重 可是這件米色的寬褲我要說我非常的對不起它 因為我原本就是想要好好的照它官網裡面 這樣子推薦的搭配 就是配一套那種大絕梯 然後裡面配一件素梯的這種穿著 可是那天37度 所以我就直接隨便配了一件這個粉紅色的T恤 然後我自己是覺得這樣穿起來就是有點像那種 阿丹正傳 韓國人在路上他們很常穿這種直筒的寬褲 就不要太寬的 所以我想要還原那種韓國的感覺 我才買了這件褲子 可是另外一件寬褲 就是更寬的這個寬褲 我覺得我就沒有對不起它了 跟這樣比是更卡其色一點的 而且它的剪裁非常的寬 就是這個寬度其實我在韓國是比較少見的 我覺得它這比較是偏向那種日系的寬褲欸 有一點微日系的打扮我也還蠻喜歡的 上面隨便配一個這種緊身的背心 我覺得看起來就超好看 穿寬褲會有兩個原則 看你上面是也要寬 就是變成寬加寬 還是你上面要緊然後緊配寬 我自己是覺得像剛剛那種沒有很寬的寬褲 比較添直筒的話 它就可以做寬加寬的搭配 可是像這種超級寬的褲子 我自己就會比較prefer緊加寬 我覺得會比較有成熟感 就是比較會有大人的感覺 那最後就剩下了我們最lady的兩件衣服了 兩件襯衫 這兩件的剪裁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它的顏色是不一樣的 它這個襯衫是算比較薄的 你看你到現在都還可以看到我對吧 所以這種比較透的襯衫 穿起來我是覺得就會比較性感 比較俗女 像我的話我是最喜歡 襯衫直接配A字裙 因為這樣子的搭配是不可能會出錯的 有一種清新可愛又有點俗女的感覺 然後藍色的也一樣 我還蠻喜歡藍色配米色系的搭配 今天介紹完了九件不同的衣服 然後我是覺得這一家它的衣服設計都是偏安全的 就是沒有那種設計得太特殊的衣服 無論怎麼買都不會太可怕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我這九件幾乎每一件都是配那個白色或是黑色的帽子 瞬間變寒 好 所以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下面訂閱 不然你可以追蹤我的IG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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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